记者李雅文台北报道 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下午要求劳动部、交通部、卫生福利部 占案报告劳基法修法内容对台湾劳动环境的冲击影响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淑芬抨击 劳动部预告草案中用法律位皆相当低的劳资会议去架空劳基法 将劳工推给资方生吞活泼 资方所谓的弹性事物毛 劳动部却是全面放宽 林淑芬说 劳基法是劳动保护最后防线 劳动部强调的劳资会以保护效力远不及劳基法 强度荡然无存 这种草案可以吗 劳资对等些伤不存在 劳动部口口声声说不让劳工过劳 可以防止劳工过劳的具体做法却拿不出来 劳动部政务次长要会方回应 劳基法修法目前尚在预告阶段 各方意见尚在搜集中 这仅是预告版本 委员意见会纳入